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云节目就是实际我们找区块链的从业者来跟听众聊聊他们的第一手观察 只不过今天的区块链从业者就是我自己 我是每天固定在看区块链的资讯 然后把它翻译成白话文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理解 那今天节目进行方式其实就是今天只有我跟盈盈两个人 而没有第三个来宾 那所以就是有盈盈问我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区块市 我们最近有一个在会员社团里面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我用区块链技术发行了一个虚拟货币 那我们叫做区块市的BTT代币 因为就是blockchain token 那所以我就简称叫BTT代币 发行这个代币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让会员在听了我将近一年的文章之后 其实多数人在听到例如说私钥或者是收款地址或者是钱包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理解 或者是说当下其实都看懂了 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再问说 那怎么是私钥那可能又忘记了 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发行了一个虚拟货币 然后发给大家 那大家想要拿到这个虚拟货币就得学怎么使用这个钱包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这应该会很有趣 自己之前也写过好几篇代币经济的文章 例如说LINE或者是最近写了Self Token 或者是之前讨论过的秘赢等等的 都有非常多 每一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的代币经济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区块市自己的代币经济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多少都有听过什么是代币经济 然后之前明天的文章其实都有用 比如说汤姆熊或是珍奶币来举例 那你觉得比如说代币经济 其实它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模式可以叫做代币经济 代币经济它的英文其实叫做Token Economy 它名字听起来很新 但是它其实跟我们传统所知道的点数经济其实是一样 点数经济是什么 就是例如说我们去7-11买79块 然后再送你一点7-11的点数 那你可以例如说你收集到10点之后 你可以去换一个Open奖 那或者是你在全联你买了 例如说49块 然后你可以获得一点 然后最后你可以拿去换锅子 那这些其实都是收集点数 你要消费 消费完之后店家会给你点数 那你收集这些点数 你可以再去跟他换一些好处 那它的目的其实是点数经济 它其实就是一个行销的用途 它就鼓励大家赶快来这边买东西 或者是鼓励像之前的密营 他们就是鼓励大家上他们的app上面去发文章等等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鼓励你做某些事情 然后给你一些回馈的一个机制 那点数经济跟代币经济其实两者几乎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代币经济我们主要讨论的都是 用区块链技术来发行的这些虚拟货币 那所以我们就会称谈代币经济 那如果你说那像是全联印花的那个销点数 那我们就会说那这叫点数经济 其实两者的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我们这边讨论是虚拟货币 那所以我们就会用代币经济来称呼它 了解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发起这个区块市会员的代币经济游戏呢 当初其实是觉得我们讨论了很多这种代币经济 那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 就是说原来代币经济它其实是一个代币在 每一个人不同的手中循环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代币发给你 全联发给你 然后我再拿回去给全联 或者是我再借给朋友 送给朋友几点 他们几点完之后再拿去换锅子 换句话说这只有点数在这些人手上移动 那这个经济循环模式这大家都能够理解 但是那既然大家都能够理解 那最近又我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用 其实现在用区块链技术来发行一个虚拟货币 只要一分钟 所以既然这两件事情都很简单 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那做而言不如其而行这样子 我们就实际的发行虚拟货币来看看 手上真的有持有币 中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也扣回就是之前 我们说现在大家日常生活中 不需要知道区块链这个知识 它也可以过得很好 那所以其实要深刻的了解 区块链这个知识 它其实是要有点刻意的 去把虚拟货币放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那你才会能够理解 原来它是这么玩的 所以我想说 那这其实还蛮好玩的 反正两个门槛都很低 那我就来发行看看 让大家手上都有虚拟货币 就是要真的去做 真的持有钱包 然后真的持有币 你才会有感觉 就算你不知道后面那个复杂技术 但至少你已经加入其中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另外一个想要传递的讯息 就是说其实即便他是今天第一天 加入区块链的会员 他完全对区块链后面的技术 完全都不了解 但是他还是可以 在我们的挖矿的机制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到区块链的 Facebook社团留言 我就可以人工的看到 那你这个人有留言 那请你留下你的收款地址 我们就会把区块链的BTT代币 转到你的收款地址里面 那这个其实跟大家在其他的社团留言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他完全不需要知道 后面到底是什么复杂的区块链技术 但是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个 听起来很酷炫的代币经济 你已经讲到就是会员要如何获取BTT代币 就是他们必须要留言嘛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社交挖矿 对对社交挖矿或者是留言挖矿 或者是社团挖矿 Facebook挖矿 对对对对 就是他可以有很多名字这样子 对那我们知道一般啊 如果在区块链上发行币 他其实主要应该是透过ICO 就是让大家可以取得币 那这边有想过要真的ICO吗 还是没有 我觉得这个或许我们之后可以来试试看 因为现在是没有 就是我自己发行了大概1000枚的BTT代币 就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说 那所有的会员只要加入会员社团里面 那你只要留言就可以获得一枚BTT代币 你只要发文感觉好像比较需要多一点勇气 所以我们可以去两枚BTT代币 这样子就会让大家能够 你不需要花钱 因为我觉得多数人过去在了解虚拟货币的时候 会觉得说一枚现在要 虽然现在价格下跌 但是也是要3500美金 哇 那事实上多数人 门槛很高 对多数人就会觉得 哇这太贵了 那生怕我弄搞砸他 那其实你也不一定需要买到一枚嘛 你其实是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说比特币你可以买0.0001枚也可以 那其实可能只要花350块 你就可以买到比特币的碎片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用区块式的BTT代币 你甚至完全不需要花任何钱 你只要会留言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些代币这样 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想说 其实ICO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体会看看 ICO它其实就是一个 我用同样的用区块链技术来发行虚拟货币 然后再把这些虚拟货币卖出去 卖给想要认购的人 于是市场上可能大家就会说 那每一个需要资金的团队 他就会帮自己的虚拟货币定一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我个人是觉得多数的团队其实都是随便定的 例如说我一枚BT代币就要例如说零点一枚以太币这样 那可能其实也蛮贵的 就是十块美金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来试 在会员社团里面试试看的话 我认为发起ICO就是说你转账给我一块钱 我给你一枚BT代币 这其实就是一个买卖的过程 你跟我买一枚BT代币 那下一秒你就会马上接着问说 那我买这个BT代币到底用来干嘛 有什么价值 需要我花一块钱 虽然一块钱可能很少 但是你就会马上引导出下一个问题 我就得提出一个服务就是说那你这一块钱 你可以拿来跟我借一次手机打一通电话之类的 或者是什么用途 这就形成了一个代币发放 你就跟我买 那我就可以把代币发出去 然后代币的收回使用场景 这就可以形成一个代币的循环 对 我们刚刚讨论都是代币的它的发放场景 那第一个我们听到的是 可以透过留言在我们Facebook社团里面留言 就可以获得BT代币 而且这个动作其实你不需要在额外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把你的钱包贴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是目前虽然是还没有ICU 但是如果要做的话其实也并不困难 我们可能可以设定说 那你就一块钱跟我买一枚 那再用打手机或者是借手机打这样 那再把BT代币就是再还给我们 对 那所以 形成的循环 这整个过程你就会可以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要发BT代币出去 我可能是 例如说我还没钱买手机好了 那所以我就先发虚拟货币出去 然后有点募资 大家赞助我买一只手机 对那假设这只手机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好了 那所以大家就每一个人都拿到一枚BT代币 那之后我筹到了钱 我去买了这只手机 然后大家可以拿这个代币来 回来跟我换这个功能 手机的功能 就去玩这个功能这样 一枚代币可以玩一次 这就让我可能买不到的东西 我就可以透过预购的 就是预售的方式 这其实就很像群众募资 对 所以ICO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式 它纯粹只是因为群众募资 像是我们在玩的Kickstarter 或者是Flying V 泽泽 它其实都是透过一个平台 去确认说 你有赞助了这个方案 对 但是现在在代币经济 在ICO持有一个代币 那你就可以证明说 我曾经赞助过你 然后未来可以换取相关的服务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都是它要怎么样拿到这个BTT 那下一个问题当然就是 拿到这个BTT之后我可以干嘛 目前是有什么样的设计吗 目前我们之前有办过一次会员聚会 那我们办的地方是在个一区块链为主题的餐酒馆 它叫Bithub 那一场活动我就是自己私下邀请了几位会员 觉得他在社团里面比较活跃的会员 就私下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来吃饭 然后我们聊聊天这样交交朋友 要不然平常都是只有在 朋友 对对对就只有在email上面认识我 或者是说我们在脸书上面互动而已 那从来没有看过本人 那我就想说那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在鼓励 在社团里面想要发放这些代币 你只要在社团里面互动越多 你其实持有的代币会越多 我们就想说那把代币持有的量 来当成是一个参加的门槛好了 例如说你参加一次会员聚会 是需要50枚代币 我就等于限制了这个参与的门槛 等于就是我邀请的是在社团里面互动 比较多的会员 活跃的人 对对对 那这样子我们去到那边吃饭 那换句话说就等于那这一餐饭 因为既然你已经付了50枚的BTT代币 那可能是我请客 或者是说那之后大家都觉得 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那可能就是大家还是继续付钱 只是你有获得了这个资格 这样子就是参加的资格 那另外对区块市本身来说 你就是发出了这个BTT代币 等于就是吸引大家 留言互动多讨论 对对对 那最后是在这个 以区块链为主题的这个参与管这边 就是说那我们是区块链的就是媒体 然后我找了好多对区块链人都很有兴趣 至少他是很热烈讨论的人 那大家一起在这边吃饭 那其实对这个参与管来说 他也就是他们想要营造的氛围 那所以三方都得利 这样子就是说那我们彼此 虽然这个B不是直接付给参与管 而是他们B还是直接付给我 然后我付钱给参与管 但是事实上这对三方来说都有好处 那如果他未来真的可以直接付给参与管 那就是一个更明确的生态系不是吗 对但是他付给参与管之后 参与管事实上他拿这个币 他目前我们的这个币都没有打算要上交易所 那所以他其实拿了这个币之后 他也是参与管他也是 他现在手上满手的币 他还是要拿来回来跟我换服务 对那第一个就是说 那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办活动吃饭 第二个可能是例如说 当你持有了一定量的币 那我们可以延长你的区块室的阅读的汇集 对那你就可以多看好几个月 等于我发币给你用于讨论 然后你就可以看更久 那这是一个回馈跟投入的过程 对我觉得发放的时候你要 你发放目的是什么 其实还蛮重要的 就像比如说比特币 他其实是为了维护比特币区块链的安全性 然后BTT的话 我们就是为了要鼓励会员多讨论 对那所以发放前跟发放后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会员的讨论真的有增加吗 对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玩这个游戏 其实玩了一两个月 玩了这个代币经济 这不算是一个游戏 这算是一个很认真的实验 那我们玩了一两个月之后 就显著的发现 这个大家 虽然我们 我现在都还没有办任何的会员活动 我甚至也还没有让大家 拿来跟我换区块室阅读的会集 但是事实上已经 大家都很乐意 原本就没有人愿意上来留言 PO一篇文章 大家爱看不看爱留言 就是留言其实也没什么好处 因为在这边大家都不认识彼此 大家难免会觉得陌生 那但是现在感觉多了一个诱因 虽然未必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但是已经有一个收集的这个欲望 来了就是说 那我希望可以收集更多 万一它之后能够提供一些 很不错的服务 那我就可以有足够的代币拿来换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上面互动还蛮热络的 我觉得最明显的差异应该是 在自我介绍上面 大家本来都羞于 对大家都羞于自我介绍 那其实也就是觉得说 那跟别人自我介绍也没什么好处 那现在它等于就是你可以 你想不到要留言什么 其实你可以发一个字节 这很简单这样 那你就可以马上拿到笔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实际的把这个BTE代币发出去 那我们不是用一个很自动化的程式去数 因为Facebook它其实现在不能接这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用人工数 就是它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 它到底留言了几次 那陈上他到底是留言还是发文 算出他总共要拿多少B 再展战给他 那于是隔天大家就突然就发现 甚至我在还没有公布 大家说你其实已经 我们已经把B发出去 就有会员拿到当晚 他就马上在社团里面发文说 哇提早发薪水了 他拿到B了这样 对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拿到B 这个感觉是差很多的 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是一种 我也拥有虚拟货币的这个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有持有真的差蛮多的 那目前是反正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在人工计算嘛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真的要发币 比较聪明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现在其实多数人 就上一次密营他们的例子好了 他们其实就是都已经用程式写好了 所以你在特定指定的他们自己打造的一个APP上面 留言或者是帮人家按赞等等 那他们都有一个程式在记录 他们也有一个智慧合约在发币给大家 那所以就整个都很自动 他们就不需要这种忙于记录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工人智慧 工人智慧 对不需要用工人智慧来记录每一个人的行为 而是全部都可以透过程式买来进行 但是我在这整个实验的过程中 其实也发现一个 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现在刚刚说是留言一枚 贴文两枚 听起来好像就是这样 发长文十枚 对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发 就是例如说长文 或者是说你写的比较用心或不用心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只有量的差别 但是没有品质的差别 所以只有量化指标 没有直化指标 当然区块社会员没有那么就是喜欢玩弄这个机制 所以他可能 要不然他可以的话 他其实也可以每一个留言都留一个点 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 那你就我们也不能说 你等一下就会有人去留一个点一个点 对那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发币给你 所以这其实我们都是抓一个大家良心的指标 这样子 那但是其实也有人 就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有一个会员他打了好长一篇的文章 他觉得很用心的打了一篇新的 然后就在最后就是说那我提出一个比较 沃格方案 对就是比较卑微的要求 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个我可以拿多一点 多一点的BTT 那其实如果 这个如果是用程式来做的话 当然就不行 程式他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也听不懂你的要求 那但是我们是人来计算 我就说那当然没问题啊 就是你写的这么认真 然后他就 就是给你十倍 那所以这这其实就是人可以做的事情 而目前智慧合约 你在一开始 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写到 没有把这个规则写进去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针对每一个格别的情境 做出不同的调整 对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这虽然只是一个实验 然后我们也没有跟大家收钱 我们没有要割韭菜 然后我们也是用工人智慧去发这些代币 听起来好像很笨 但是一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随时做调整的 那像如果比如说是正式的专案的话 其实他们或许也有 他们需要随时调整的需求 或者是他们想要改变发放的场景 或者是想办法提供更多的服务 然后我觉得透过这个 这次的BTT的这个实验 还蛮清楚的可以看到说 整个代币经济是如何循环 然后他的生态系是怎么样去建立的 对这也是我们 现在总共只有发1000枚总量的原因 当然一方面是 编辑算得很辛苦 对编辑算得很辛苦 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他据说要上次算到半夜 那我也一个人一个人发 就是发这些代币 发到每一个会员的账户里面 也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 那但是我们只有发1000枚的原因 除了大家都很辛苦之外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想要 这一轮1000枚玩完了之后 我们换一个规则 就是重新调整一下 例如说刚刚盈盈提到的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试着ICO看看 让大家试着买这个币 只是说那你用一块钱 然后顶多我总共收完 了不起我也收不到几千块 那但是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跟你实际去参与一个ICO 他可能一枚币他就要花你几千块 那你现在你只要用一块钱 你就可以体验到这个感觉 这就是一个有实作跟没有实作的差别 那你就可以从此之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说 我有玩过ICO啊 那其实不过就是买币而已嘛 那买币有什么差别 那跟我自己去留言 那我当然如果要用买的 或者是用挖矿的 那我当然倾向用挖矿的 因为那不用花钱 如果它很贵的话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其实也扣回来 我们区块市是一个讨论区块链的媒体 那藉由这么一个这么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让大家真的体验到ICO 还有挖矿这件事情 这其实蛮重要的 对那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体会的 就是说要把这个币上交易所啦 就是说上交易所 就是我这个发币房 我就说那交易所 拜托你把我们的币放上去 那可以让大家可以交易 那这个交易所他就会说 那请你付一点钱来啊 要不然我怎么会让你 上价费 对对对上价费 那上价费通常都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价格 就是数百万数千万 那所以这是比较可惜 没有办法体会到 好但是事实上 我们最近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教大家注册这个交易所 那你就可以去 既然你已经会玩BTD代币了 这有点像是教具 就是教材 加加酒的感觉 对那你都已经这个 在自己的玩具乐高这边都会盖房子了 那你可以去外面 实际的小玩看看 就是说那实际的房子盖起来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比较像大富翁 因为那在他在我们这边 他没有办法体验到 BGA上涨下跌的那种恐怖的感觉 但是出去之后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所以对 蛮像大富翁就是 可能再可以在上面玩股票 那但是大富翁游戏里面 可能都是模拟的 那但是你实际上出去玩 那就是花真金白银的这样子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 就是我们区块式的BTT代币经济实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 无论是SoundCloud或是Itunes 帮我们评分哦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跟比特币或区块链相关的资讯的话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发币 或者是怎么样ICU 其实都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后都可以欢迎订阅我们的区块式 好谢谢大家 拜拜